大家好,我是小颖,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,如果是我的铁粉,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。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,请您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,感谢您。 据现代快报报道,江苏省有百岁老兽星5491人,最成熟的两位纪念度已经116岁了,身子骨都十分硬了。 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,曾对百岁老人长寿原因、生活方式进行了探究。 结果显示,老人们的长寿秘诀完全颠覆传统,双心三观,锻炼不重要,饮食习惯不重要,什么吃素食长寿,吃烟菜致癌,对这些百岁老人并不实用。 结论或许并不科学,但对当今公众追求健康依然有参考价值,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这些有趣的结论长寿对照下,你知道吗?长寿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,大家不妨对照一下,看看自己符合几条。 一,百岁奶奶是爷爷的近四倍。 从性别来看,男寿星只占女寿星的四分之一,也就是说,女性相对来说更容易长寿。 这与男女的正常寿命趋势一致,但也进一步体现出,随着年龄的增长,男性的死亡率越来越高于女性,到百岁以上的年龄段更为明显。 从调查看,110岁以上的九位寿星全都是女的,男寿星最高年龄是109岁,而109岁的女寿星早有12位。 二,百岁老人不怎么爱锻炼。 生命在于运动和生命在于少运动,是不同的养生体验。 调查看,江苏的百岁老人绝大多数,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都不经常进行锻炼。 这与灯下推秀人员热火朝天的晨练或晚恋似乎背道而驰。 三,家中老大往往最长寿。 总体来看,在江苏省的百岁寿星中,即便排除独生子女,家中老大也是最长寿。 其次是家中老二,再次是家中老三。 四,长寿也能代代相传。 平时人们会发现,哪家出现一个百岁寿星,哪一家的人也大多能长寿。 这次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。 百岁老人的母亲寿林大于80岁以上,占65%以上。 父亲寿林大于80岁的占70%以上。 外公外婆寿林90%以上的,占16.1%。 爷爷奶奶寿林大于90岁的占13.8%,都高于正常人群。 说明长寿与上一辈子的寿林有一定的关系。 而且还发现,百岁寿星、血缘关系以外的家庭成员, 甚至领养的子女寿林也比较高。 除了家庭文化、生活习惯、相处氛围外,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仍然是一个谜? 人的寿命受经济、医疗、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基本因素的影响, 但也与个人的性格、饮食活动、遗传家庭等关系很大。 调查前是,白色老人的经济和身体状况不如一般人, 但是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都比一般人高。 此外,大多数百岁老人特别自信, 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,但并不固执, 善于听取家人的意见,表明他们的人生态度十分宽容。 六,餐桌上的长寿密码 在百岁老人所有长寿密码中, 饮食是最受关注的一项内容。 如果没有长寿基因,通过调整饮食还是能够逆袭的。 九成老寿星,喜欢吃豆制品, 饮食直接关系到健康。 现代养生观念认为,应该拒绝腌酒, 多吃素,少吃荤菜和腌制食物, 因为腌菜更容易致癌。 同时鼓励,平时多喝茶, 认为喝茶比喝白开水, 对保健养生的益处更大。 但是,对饱岁老人的调查来看, 只有腌酒这一点符合江苏的百岁老人主食是 杂粮米和面粉。 将近八成的百岁老人每天主食能吃四到七两。 至于水果, 天天吃的百岁老人不到十分之一, 有时吃的占一半。 还有将近十分之一则很少吃, 这表明水果对长寿的影响并不大。 关于蔬菜, 每天吃两三种的百岁老人占85%, 但多数老人常吃鱼、肉、蛋和烟蒜。 70%以上经常吃豆制品。 喝水是平时少不了的。 调查来看, 七成多的百岁老人喜欢喝水, 他们大多有早晨起来喝水的习惯。 而且, 将近九成老人常喝的是百开水, 只有约八分之一的老人平时喜欢喝茶。 七, 换个发子喝粥, 特别爱喝粥油。 调查表明, 江苏百岁老人的饮食习惯, 每天大多一干两膝, 而且对喝粥很偏爱, 并不只是喝白粥、 杂粮粥、 菜粥、 八宝粥, 很换着发子喝粥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 百岁老人除了爱喝粥, 还对熬到一定功夫的粥油大感兴趣, 认为粥油是米汤的精华, 营养丰富, 这也符合中医的看法。 认为粥油具有补中医器、 健脾和味的作用, 滋补元气能力之强, 丝毫不亚于生汤。 八, 多吃江海和三鲜和当天菜。 江苏的百岁老人对食材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, 从调查来看, 是江河海三鲜的不在少数, 无论是洪泽县, 老子山镇的百岁寿星林金华, 还是南京江年的百岁寿星林奇友, 特别爱吃鱼虾。 还经常加上白菜豆腐一起吃, 已经吃了大半辈子。 人们常说, 吃菜, 吃鲜, 无论江河海三鲜还是蔬菜, 从百岁老人习惯上不难看出, 这样有道理。 寿星们的这些饮食习惯, 无意中暗含了食材, 营养保存的规律, 越新鲜越营养, 看来隔夜菜最好不要吃。 9. 主食, 粗杂粮, 常吃凉拌菜。 调查人员发现, 虽然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 但百岁老人依然保持着清淡饮食, 主食以玉米, 土豆, 山鱼, 芋头, 大豆, 花生等粗杂粮为主。 谢粮食自己加工的面粉和大米, 这符合现代营养学主张的, 以骨类为主的膳食方式。 而江苏的百岁寿心, 牙口也很好, 特别爱吃凉拌菜, 大蒜黄瓜, 芦笋, 韭菜, 黄瓜等等蔬菜, 常常被它们凉拌着吃, 这样恰巧保留了蔬菜的新鲜和营养,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酶, 生吃时保留了酶的活性, 能更好地促进身体吸收, 同时去除体内的有毒物质。 10. 豆腐, 白菜, 肠背, 葱姜蒜, 鱼生火, 肉生痰, 白菜豆腐饱平安。 这句民间养生俗语, 在江苏的百岁寿心上, 有着极为明显的展现。 调查表明, 越到老年, 寿心们吃的白菜越多, 而白菜对老年人养胃立肠, 酱脂防癌, 有着独特的作用, 恰恰是老年人需要的。 现在, 很多年轻人不爱吃葱姜蒜和萝卜, 但这些寿心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, 除了做调味品, 有时还作为下饭菜。 喝姜茶, 含姜片, 用姜水洗脚, 是长袖之香的一条养生经验。 葱姜蒜这些调味品, 除了提味, 还能消毒杀菌, 阵痛健胃, 降血压等诸多功效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颖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